当真是令人瞬目结舌,叶子梅是亚氏出来的艺人,当年她的同班同学也是出了很多大牌明星,最知名的有张家辉、黄秋生、张敏和黎明等人。 叶子梅身材可谓是爆表,而她的走红得益于电影《波豪和郑泽氏》吕良伟的合作当中,她完全展示了她的波霸的实力。 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,熟知叶子梅还是因为周星驰电影,在《情圣》当中,叶子梅的演出更是精彩,就连周星驰对她也是连连称赞。 不过对于叶子梅来说,生在那个没有社交网络的时代,因此尽管她拥有超级武器,人们也借助了她的胸,但是除此之外,她没有获得更大的突破了,如果放到今天,她或许能够和柳岩有一篇。 九二年,叶子梅开始逐渐淡出演艺圈,两年时两个人并没有选择结婚,更没有要孩子的意思。 而如今的叶子梅已经是五十岁了,她的身材在岁月的冲刷之下,已经渐渐凋谢。 最近还有消息爆出,叶子梅和男友有了隔阂,叶子梅想要付出拍戏,不过对于五十岁的叶子梅,大家还有多少期待呢? 除了二人生活,而如今二十几年过去了,叶子梅的一直和男友同居,但是两个人并没有选择结婚, 更没有要孩子的意思。 而如今的叶子梅已经是五十岁了,她的身材在岁月的冲刷之下,